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谁可以去帮忙在群里面再发一下 包括三群和二群都有人刚进来 好吧 那您共享屏幕吧 我来开头 好了 亲爱的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现在是美西的时间 下午五点钟 美国中部傍晚七点 美东晚上八点 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钟 那么今天是Harmony Plus 主办的第283周的公益讲座 那在过去这283周以来呢 应该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还是蛮努力的 尤其是我们的小伙伴们啊 我作为公司的Founder 非常的为他们而感到骄傲 在过去的283周以来 应该说我们是风雨无阻 从不间断 每个星期现在至少两场 甚至五场 最多的时候是每周八场的公益讲座 那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能够去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这一次的交流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讲座呢 非常的独特啊 我作为这个公司的Founder 首先诚挚的感谢大家 那么我也感受到了这一种热情 那因为在我们这一次开播之前呢 在邀请大家加入的时候 做了一些重要的一些调整 通过微信群 先进入微信群 然后再进入webinar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流程上有了一些变化 那么非常感恩 也感谢今天的主讲嘉宾 这个江其英 江医生 他的这个个人魅力 那我也特别感恩各种姻缘际会 那我跟江医生呢 刚好在今天 咱们应该是认识一个月了 特别的巧 上一个月的时候呢 我跟我的全家在美国做一个 穿越美国的这么一个旅行 那开着RV从加州硅谷这边 一路沿着66号公路到了这个芝加哥 那么到了那边的时候 实际上我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个状况 我的右腿这个几乎不能走路啊 这个需要要爬着才能进得了酒店 右脚肿的呀 这个鞋也脱不下来 袜子也穿不上去 那么非常幸运 我的好朋友李小静给我介绍了江医生 那么我有幸到了江医生的这个诊所 见到了这个医德医术都非常过人的这个江医生 那么妙手回春啊 手道病除 他给我做了针灸的 通过望闻问切之后 给我做了针灸的理疗 那么我的肿胀 还有这种右脚的病痛得到了消除 那么在这个之余 我更惊喜的发现 这个江医生呢 他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医治别人身体的高手 也是一个疗愈别人的心灵 然后在心灵方面给予别人能量 能够去不管是育儿 还是说是教育等等 这些方面有非常深入的洞见 而且他不仅仅停留在洞见 他自己的孩子们都是在健康成长 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 比如他的大儿子 这个是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 这个本科是MIT 麻省理工啊 后来现在呢在哈佛大学 攻读这个生物物理的博士 那二儿子呢 又是全额奖学金 进入了度课 这个江医生呢 非常的谦逊 当我们在这个诊所聊天的时候 他知道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所以我们聊得更深入 江医生其实对我们的公司是有所耳闻的 碰巧发现对得上了 哦原来这个赵先生是Harmony Plus的创始人 所以我们就碰撞他也说 哎呦 看来我应该把我的小女儿将来委托给你们 真的是江医生过谦了 那么在他的这个谦逊的这个背后 我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 江医生那种宁静的力量 然后他从我们中国中意的智慧 国学的智慧当中 结合他在美国这些年的成长和经历 阅人无数 然后他的那种智慧不断的在升级 在升华 所以呢 我就诚挚的邀请他 我们来去商量 是不是可以一起做一下这样子的公益的讲座 那么顺便呢 也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能够去达成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因为江医生也发现 Harmony Plus这一个坐落于硅谷山井城的这么一个教育机构 总在努力的培养学生 以coaching的方式去培养学生 以学生为核心 student oriented student centered solution 教学校不教 但是对孩子的未来的成长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领导力 团队协作能力 批判思维能力 创意思维能力 艺术修养 社会责任等等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成为一个身心灵 都相对来说更健康的这么一个孩子 我们也教学校教 但是教不好的一些学科 一些内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共同碰撞 寻找 发现说 孩子也好 还是家长也好 尤其是经过了这最近一年多以来 疫情的肆虐 应该说学生和家长身心都非常的疲惫 孩子们的健康应该说比GPA要重要的多 我们有一句话 身体是一 其他的东西都是零 如果身体没有了 一切都归零 那么在这个背后 究竟应该有什么样子的解决方案 是科学的 合理的 可以能够相对来讲更个性化的 给到孩子们 那么基于这些思考 我们再一次的感恩 这个江晴江医生 今天能够去抽出他宝贵的时间 跟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 希望能够给孩子们的 这个身心的健康 能够一起赋能 好 我闲话少叙 现在把话筒交给江晴江医生 我们一起聆听他的精彩分享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chatbox里边可以抛出来 然后这个作为补充吧 江医生已经收到很多问题了 他也会在他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 谢谢您江医生 您可以开始了 好 再次感谢Harmony的赵薇先生 还有Cassie 还有各位老师 这次非常有缘吧 因为我们这个中英云课堂 网上分享是从去年10月开始的 也就是COVID的疫情比较严重以后 诊所关闭了一段时间 这样子才有机会 跟大家网上交流 零七零八零六年的时候 我通过我通过online帮助了很多硅谷的自闭症家长 世界各地的 因为我们有中国的有加拿大的澳洲的日本的 所以我们打破了 所以我们打破了原来这种就面对面 只能通过针灸来帮助人 现在我们因为通过云课堂可以远程的帮助更多的家庭 因为我们的手段 因为我们的手段不光就是说用针灸 我们可以用艾灸 可以用把火罐 还可以教孩子们按摩 比如我们今天重点要介绍的 眼保签操啊 颈椎腰椎的这个把罐呢 还有用艾灸 这些都是我们的topic 今天是很多人是想解决视力的问题 解决颈椎腰椎的问题 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下面要先讲 这个 让青少年自身怎么学会身心健康的管理 如果是从七岁开始啊 这个是让他自己有一个好的习惯 一点都不晚 甚至可以更早 所以这个 我们先讲这个健康管理的要点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眼睛视力的问题 它不光是用眼的本身的问题 它跟睡觉啊 饮食啊 这些都有关系 还有这个颈椎腰椎的 保健问题 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四点啊 你如果讲这个充足的睡眠 多少学生现在开始上课以后 七点或者八点以前一定要起来了 那夏天的话 可能能睡到九点 甚至高中生都睡到十二点 啊 你如果要起这么早的话 那晚上一定要在九点十点钟 十一点钟最晚的高中生要睡了 啊 那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 这个睡眠习惯的话 很多高中生是 啊 下了课要训练 然后回家累了 先睡一会儿 然后做作业 做到两三点 有的还要打game 然后早上六七点钟要起来 就是这样的啊 造成了身心的疲乏 所以临床上我看的最多的就是高中生 最后一点学习动力都没有 那第一个他们就是这个睡眠 没高好 啊 因为他们永远是在这个被动状态 今天没睡够 明天更没睡够 所以恶性循环 哎 因为很多游泳的孩子早上六点多钟就要起来去游泳了 那回家又又不行了 你还要做作业 就先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你看就变成这个没有一个完整的solid的睡觉 没有深层的睡觉 哎 这个睡眠质量打了折扣以后 他这个时间一长 他就造成了这个焦虑 啊 造成了depression 然后造成了没有动力 所以很多人是拼拼拼啊 在九年级十年级 最最早啊 最早我看到有的小孩是八年级七年级就很疲劳 所以一定要把第一个就是要把睡眠啊 一个schedule要搞清楚啊 让孩子们早上自己是自动起来的 不是家长叫起来 哎 我们孩子他们自己都有闹钟 你如果早上起来那么累的话 那你自然就知道要早睡 啊 这个这个第一点就是这个睡眠 还有今天有很多问题 啊 有睡着出汗的 那应许火旺的 对吧 还有是 这个睡眠不成的 老老要起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心火 心肝火旺 心神不灵 因为你这个人要在这个睡觉之前啊 就是远离这个电子产品 千万不要放在这个床头 第一件事是抓起来看手机 最后一件事情也是 这个电子产品有的时候靠着这个身体啊 它很热你知道吧 哎 它这个电子产品让你这个脑兴奋啊 至少要一个小时才能come down 所以现在的这个孩子啊 这包括两三个两三岁的孩子都在用那个手滑啦滑啦滑啦 这些东西都影响小孩的睡眠啊 这个造成我们讲心肝火旺 所以他晚上就睡不成 所以先得清心 平肝 安神 这个睡眠质量才好 不是晚上睡着 饭来复去 早上起不来 你看有多少孩子有这个症状 你们自己family parents可以看一下 江医生那个我呼应您一下 这个上次在芝加哥的时候 你也见到了我 应该是全家 也见到了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其实他自己 在过去这一年就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他参加了学校的这个e-sport club 电竞俱乐部啊 他们这个电竞俱乐部的小伙伴们 打游戏可以打到半夜去 那很不幸他这个心脏出了蛮严重的问题 正常情况心跳就会在120 130 早晨醒过来的时候 那上个楼下个楼就变成150 160 只是提提球射射门而已 就可能到200 220 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 还会有skip 那我们其实也在斯坦福的这个医学院 我刚才也做过检测它叫这个electricity的问题 当然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您刚才已经用中医的这个理论 已经做了一个总结 那我呢用这个案例来去跟您呼应一下 当然我想我提供的案例可能只是您讲的这个理论的总结下的一种原因 您一种情况可能还有其他的这种现象 可能家长们也是需要要去注意提醒自己的孩子 不是说比如说游戏 不是说游戏不好 而是说过量的无节制的玩游戏不好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要可能要去 还有其他的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诱因 也如果因为您经历的案例特别多 也可以跟大家来去做一些这种提醒 因为我们与会的今天的应该说众多的听众 大家在医学方面可能知道的相对有限 但是从行为上家长有更好的这种观察和这个判断能力 您是不是可以再提示还有哪一些情况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让他这个睡眠没有质也没有量 现在又有人QQ信箱不过 所以你们可能得照顾一下 有些人过不来呢 这个睡眠 我们要讲的深的话 就是每一个今天的每一个topic都可以讲一堂课 因为你比如说吃的这些油炸的东西 就是上火的东西 还有肉 这些吃的碗 schedule上面啊 这个都影响睡眠 饮料啊 所以这个如果小小孩的话 他就看一些东西也会 就是说我妈老说这个神都啥 他这个心神不宁 所以一定要差不多 越小的小孩要给他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让他听音乐 安静下来 所以这个 而且小孩千万不能说不让玩 你当你不让玩游戏的时候 他一旦玩上瘾的时候 那个更不能自拔 所有的孩子 包括我的儿子 他们都玩过 八九年级 他玩的挺凶的 一般来讲 最好是在九年级以后 他自己realize 这个是非常幼稚的行为 现在他们基本上 基本上是 很少玩 就偶尔的时候跟人家玩一玩 因为我看到有管得很厉害的 然后到大学里面 不能自拔 根本就不上课 所以这个游戏 还有电视 这个iPad的问题 很多家长说 我们把电视扔了 把什么东西不给他看电视 这个你不是生活在原始社会 所有的 包括什么是垃圾食品 什么是正常的合理的时间 什么是锻炼身体 应该是适量的 这个一定要让孩子自己realize 这个是我应该要的 不是说你强迫他的 这强迫的东西 你只能OK 掌握到这个阶段 等你上大学放飞以后 你就一点都不能控制 他自己也没有控制能力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初中高中阶段 要让孩子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习惯 所以我们云科堂也是叫孩子一起来做 让孩子们自己realize 就比如说这个颈椎腰椎的 就是因为去年三月份 我请儿子帮我做了个视频 然后他就带了这个罐 抽蒸气的罐 他就带到这个 带到学校去 正好那时候 颈椎腰椎不舒服 特别是颈椎 因为他的运动量 我跟他讲 不要六天都在那锻炼 七天 你至少要让body有休息的时间 四天五天 你看他这个整个 这个膀子都是两个厨这样子 这个东西都是workout来的呢 但是这个追求 不能光光追求 muscle也要给自己body有时间去rejuvenate 让他自己再生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这些当他realize的时候 会自救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是我自己想要的 不是说我妈妈 或者是我的医生 到时候再去看别人 你就自己有了自救的能力了 这个饮食也是的 你看这个 两个哥哥小时候 就不太可以吃垃圾食品 可是我女儿长大的时候 看到他们两个哥哥 这些零食也吃 但是他现在 他虽然11岁 但他基本上就是比较清楚 哪些东西 家里面自己会做 我们家基本上每个人 都自己会做 你自己就知道了 什么是从新鲜的做的 还有是如果是很多 你看学校里面的lunch的东西 还有你买的现成的 用microwave加工的那些东西 那就是垃圾 他们自己就知道是垃圾 包括我大儿子 他们基本上都自己做饭吃 当然老二他在dorm 现在没有办法 但是他在summer的时候 每天都自己做 他做的就是说 你这个portion 因为运动员嘛 他们都比较注意 这个蛋白质的比例 对吧 蛋白质比例 然后蔬菜的比例 然后淀粉的比例 淀粉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孩子们在长个子的时候 需要淀粉 但是吃什么样的淀粉 是最重要的 这个面食是特别容易增胖的 你要知道 你看一般北方的人都比较高和壮 南方的人就没有那么高壮 所以呢 就看你自己了 你们孩子是做什么样的运动 需要是什么样的比例 那跟年龄借待也关系 你到二十三十岁以后 特别是这个 这个是像我们都五十左右了 你这个淀粉的这个 就一定不能 不能那么那么大了 一定要把这个 所以这个合理在就是 你看包括奶制品 我觉得我可能不能 你们最好在chats留言 因为如果一打断的话 我觉得我今天东西肯定讲不完 我们的powerpoint有很多 就是你把chats留言 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来回答 好吗 一打断以后 我就怕来不及讲 这个锻炼身体也是 但是这个锻炼身体 我再三讲了 我见过很多 基本上都是freshman 九年级的孩子 做两个以上的运动 有女孩子 最后就起不了常 上不了学 因为她根本就是太多了 太多 她自己要的 她这个也想 那个也想 她最后也没有时间做作业 那这个功课 她一不行 她自己就 就都连上学都不想上 所以一定是看孩子 如果你是网球明星 你是这个 这个橄榄球明星 足球明星 你是奥林匹克级的 你这个学习不是说那么的重要 那你 像我们这个区 还有这个 这个gymnastic 体操的 全国的金牌的 那你就是 这个运动量的话 还有就是舞蹈的 比如说一个星期芭蕾要跳20个小时的 那你其他的东西 你就可能在你这个平衡里面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一定是你们家长和孩子们一定学会这个取舍 不能是这个又想好 那个又想好 这个 这个不太可以 最后一点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这个我这个老大爷是学会这个meditation 就是刚才那个提问里面也讲 这个meditation确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睡觉前 你能呼吸 静坐10分钟 meditate 你都有可能帮助你进入比较深的睡眠 也能帮助你学会减养 因为你这样睡醒以后 不会焦虑 这个meditation 其实很简单 一定要在这四方面努力 好 你看啊 刚才这个case就是讲了这个 你这个除了这个橄榄球 还有足球 现在是八年级吧 你到九年 现在十年级 已经十年级了 对十年级 你看他长得很高是吧 他还在长呢 哦 已经十年级了 嗯 那你这个十年级 今年还不是最累的一年 一般十一年级是最累的 嗯 啊 所以你看他就是说 他有没有什么偏向 因为你不可能既是橄榄球明星 又是足球明星 他足球已经是明星了 他已经打到national的 这个national premier league 那你就那你橄榄球可能就要稍微 那橄榄球我现在能感觉到就是他现在根本就停不下来 他太喜欢了 而且他太有荣誉感了啊 这个昨天因为他这个还昨天没有没有办法上场比赛 他都很郁闷很难过 很难受 对 所以所以你们 可能还有一年时间 十一年级是 因为很多人十一年级都是有六门AP 对吧 啊 还有还有学生会啊 其他的活动 啊 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个饮食方面 那这个营养的话你们尽量是每顿都是用新鲜的食材 对不对 你们肯定是后勤工作做得很好 嗯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提供的就是我给我儿子一直在做这个把罐啊贴啊就帮助这种肌肉的拉伤损伤 需要针的时候你像我儿子他gymnastic一跳landing就是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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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的时候跳到垫子外上 在这个hardwood floor上就是整个脚跟都蓝顶当场就瘀了这种就是需要针灸 哎 你看我们有孩子加州的孩子 父母亲就请他就寄了针过去 当场就教他怎么针 这些东西都不难的 其实像我们小时候都是的 我在我没有上中医学院之前 妈妈就教我们怎么针 有个牙痛啊 头痛啊 或者颈椎腰椎不舒服啊 自己可以拔啊 对吧 还可以贴啊 啊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能做的这方面 最重要的这方面就是肌肉拉伤 哎也是作为保健性的就没有伤之前 一个星期做个一两次都很好的 这个避免脑震荡这个一定要是从保证睡眠上 你昏昏沉沉的很容易就是说反应就慢了 反应慢以后就很容易被上被被人伤啊 所以当你反应快的时候这些都可以避免 一定不能在疲劳的情况下一直不停的在那练 所以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保健工作啊 所以这个这个心理上的问题也是 这心理压力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看了我儿子写的那篇就是关于这个得失的问题 因为一般的孩子吧 他都一定会想赢的 但是你怎么可能永远赢呢 你总要有输的时候啊 所以孩子们其实摔跤摔得越早 越没有什么不好 你像我临床上看到很多三十多岁的 有很多人来的时候就不能自保 因为他一辈子也就是很顺利 这个家庭啊 你看这么多人离婚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他陷入了这个抑郁的状态 depression 他觉得他可能离了婚以后他就会好 其实not really 他是他内心 这个心灵和身体啊 没有平衡 你如果你你自己啊 这个工作上家庭上不能manage就好 那你肯定是情绪啊各方面也不会好 反过来的 如果你身体不好 你一直在疲劳状态上进行 那也会影响夫妻的关系 对吧 很多是生了孩子以后 因为生了孩子以后 好多是睡不好觉 你比如说我现在看 他带两个孩子 这个妈妈他来的时候他就很anxious 很焦虑 而且他妈妈还帮他 所以搞得孩子很 很那个焦虑 他做也不是站也不是 怎么都难受 就是因为他妈妈 所以很多事情 比如说家长 要参加竞赛啊各方面 把小孩子schedule搞得很满 那搞得半天 自己也焦虑 孩子也焦虑 所以一定要学会这个平衡 好吗 我今天可能要稍微讲快一点 这个是我们 五月份的时候 这个芝加哥开的比较晚 这个桃花啊 这棵桃树是我母亲 五年前在芝加哥做公衣讲座的时候 学生们送的 当时只有这么高 谁也没有想到五年以后 满树的桃子 这个确实是 我们 等孩子长大的过程 也是看着他们开花结果的过程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闪亮的地方 每个孩子 我们照顾孩子 又要向这个照顾 这个植物 静等花开的心态 来关心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自己成长的空间 但是孩子真的不是植物 他们是非常有想法的 有主意的 特别是在高中的时候 有些取舍 比如说我老大 我老二 他们都把那个小提琴就停了 那停了 那是OK 因为他当时我老大想修double science 小提琴也不想 我老二也有自己的想法 对吧 他本来两人都是练武术的 老大呢 他还坚持练了 因为我们不在体操 像儿子是体操队 所以他是每天训练很辛苦的 上完课就要去训练 老大呢 他就比较自由 所以他比较有时间 在关注在各种竞赛上 因为你不参加那么多学校的活动 因为你没有这种体育这种 所以你就有了时间去做竞赛 我基本上看到MIT这个德金派这些孩子 他也不可能leadership做那么多事情 因为一个人真的不可能是全能的 你一定要找到你孩子到底喜欢什么 所以你们就是说 看外人看的话 都是这个桃子长得这么好 然后结了果 那我女儿一天到晚 说下面一张图就是 她从开始 开花她就开始帮助受粉 其实也不需要了 因为这个花实在太多了 她也是好心去帮 然后就催我 上飞 上飞 像我们家都有这个compost的概念 所有的东西 厨房的切的边角菜 还有剩的 他们或者是有点不太好的东西 都是用个塑料桶放在那 就是做了自己有机肥 我们也不买什么什么零甲肥 那些 我们都是自己 我女儿就是 一开始就是 这个我们生秋的时候上飞 然后初春的时候上飞 开始结果的时候也上 所有你看 这些东西都是 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work 没有太大work 它是不会有那么好吃的桃子 是需要work的 你看现在这个 这个桃子又又那个 一起开的时候 我们就做成果浆啊 打成 或者是把它变成这种canned vacuum 这些都是女儿也帮着我做 所以小时候这个丝瓜 这个南瓜 这些藤长的时候 看上去啊 都好像就自己就长出来了 其实它 它在秋天的时候 因为有了肥 肥沃的这个土壤 加了肥进去 初春没有播种之前 又放了肥沃的土壤 这一桶一桶的 十几桶 就这样子放进去以后 然后它就后几波发 它就会自己 啊 这个开 你看它这个叶片 我刚才我分享的那个叶片 一个一个叶片 这个南瓜叶片 至少这么大 只有这么叶子 这么好的 它的花和果 它才不会掉 我送给同样的苗 送给其他人 如果是在盆里面长的 或者是这个里面肥不够的话 它长到一段时间 它就不长 它就会掉 所有这个我们啊 看这个种这个植物 就像看待孩子们成长一样的 是慢慢的付出心血的 不是说它自己真的是 天上掉下来 你看初春的时候 跟女儿 它就撒了 这个是菜籽 所以在这些 什么西红柿啊 瓜之类之前 你在初春之前 在芝加哥是可以有小青菜的 它这个雨水啊 它自己就来了 你只要撒上去 它自己慢慢就长 所以了解植物的习性 就像了解孩子的脾气一样 我妈老说 你要顺着毛摸 顺着毛摸 不能跟他求着 你看这孩子都是这么小 开始一点点长大 现在都不要妈妈爸爸 这个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 就是最好是爸妈妈越远越好 代表了他自己的独立 这个你看我刚才讲了 他有时间 他其实大三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 就进入了这个奥林匹克国家队 只是当年他没有就是说拿金牌 所以他第二年 MIT录取以后 他还是拼搏了一年 所以在大四的时候 拿的是金牌 同时呢 他又参加了这个奥物 奥物呢 他当时也是正好在决赛的时候呢 在这个MIT 就是叫CPW 他们叫这个Family Preview Weekend 就让录取的新生去体会一下 都是让他们尽早commit 所以他当时就没有参加当年的这个竞赛 所以只是在高三的时候 第二年虽然他也进了这个 这个全国的这个qualification 可是他不能参加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了 但是我知道MIT孩子有好多是有两项的 这些孩子啊 所以他你看他修了 除了这些以外 他又俯修了文学 就是因为他提前了半年毕业 所以他这个文学学位呢 他就没有拿 这个是在大二下学期 大一下学期 他们要clear major 就是你要决定 你要用什么major 这个东西基本上 这个谱啊 因为他以后选什么课 从来也不跟我们商量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他当时就想拿这些东西 就除了一个文学没有拿到 另外其他他全拿到 所以文学也是他在高四的时候 非常有兴趣 这个人文方面的修养啊 小时候是需要的 所以小学不要给孩子塞太多东西 让他们有时间自己去explore 让他们去 看他们到底喜欢什么 我记得我老大最喜欢就读这个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他就喜欢读这种nonfiction的东西 所以你看他可以代表这个scholastic ball 这个scholastic ball 可能很多人也知道 叫quizball 就是一个像 就像jeopardy 所以一个百科 就是那个竞赛的 他可以是上到音乐 下到哲学 各种啊 包括study这个scholastic ball 我儿子都说 在他qualify for这个Olympic 这个化学的时候 还给他可能拿了一道题 拿对了 拿对了以后呢 当时选20个人 他就很凑巧 他就给选招了 这是非常巧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 他一定会在这方面做什么 也是他到高二以后 高二高三以后 自己有点focus 所以也有一个运气在里面 很多东西 我们想追求的东西 他不一定能得到 但是呢 这些啊 所有的各方面 方方面面 机遇成熟的时候 他就开始了 而且这个武术 也帮他很好 我后来听一个 MIT的妈妈分享 说他们在大学的时候 是准备成立这个武术的club 俱乐部的 后来我好像是人不够 他就去跳舞了 所以我刚才在群里分享的 就是他们这个舞蹈方面 舞蹈方面 这个是 这是2016的 这张图好像很多人转过 是说是奥化的 奥素的 不是奥素啊 是奥化 这是06年的图 你看他们两个队友 第二年又同时 进了这个 就第二年的这个队 而且呢 都拿了金牌 他们都在MIT 那些孩子 所以搞竞赛的孩子 就是比较容易 focus就是去MIT 那老二呢 他就是 他就 不是那种很坐得住的人 他喜欢 social活动 他非常creative 你看他做的那些菜啊 什么 这每天可以不一样 摆盘 他都是嫌我摆的不好 我不够perfect 他是一个 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这个也有问题 为了一道食材 他可以花几个小时 花几个小时 去追求一个完美的 而且你这个ingredients啊 什么他都特别的那个 需要非常精准 这个有好也有不好 因为这种个性啊 这个个性 就是这方面就像他爸爸 这个跟我也不太一样 我后来讲 我说很多人startup的时候 他一开始只是一个idea 一个模型 他并没有说把什么具体 全部想得好好的 你想得好好的 然后再做 你就觉得你你有资格来做了 那你不是晚了吗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最后想干什么 但是呢 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gymnastic啊 我就讲在学校做这个club 跟在外面team打club不一样 因为你在学校就很容易 有机会 有captain的机会 你在外面这个club 他就不会有 但是你要打到这个national level 在学校的这个水平 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每个人 包括踢足球的游泳的 很多孩子 很早就开始planning了 这个是 这个家长和孩子 就像我们拿金牌的人一样的 他们很小就开始planning 那我们家是属于就是 他爸爸比较这种严格的 我是因为临床上看太多病人 我对孩子上什么名校 怎么样的层级什么 我觉得身体第一 所以我一定是要保证他们身体 只有身体好 这些东西都worth it 如果你身体不好 搞一个抑郁症 或者是搞出其他毛病来 那你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你就是名牌学校毕业 还有人在家里面 连个工作都没有的 也搞上这个吸毒的 还有这个电子烟的 还有我这个好多人 我就讲起来就是 平常上看太多了 这几十年 看到那些痛苦的家庭 有的人他自己很好 做trading的 百万千万放在那 这孩子搞一个戒毒 就是几十万 他根本没办法 这些孩子没办法自拔 自拔不了 所以所有的东西 一定是从小孩 他本身 个性上 然后让他有自己有取舍 你看他如果 那时候没有把这个武术给停了 他就不可能又练武术 又练gymnastic 因为他爸爸还不太愿意 他去练gymnastic 他不是 如果你不是captain的话 这个Duke的scholar Full Wright Full Wright只给了十一个孩子 而且其中只给了两个孩子 男孩子 两个中国孩子 他是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 是男孩子 另外一个女孩子 所以你看 他一年Duke就发十一个孩子 这是marry based 你一定有非常solid 体育方面 对吧 Eagle scout 还有在学校做secretary 这个secretary啊 你不是president 你做的杂事太多 你一天到晚constant 要foundaries 这个也是锻炼能力啊 因为你要学会 这些钱来的不容易啊 所以这种business的 这种小的idea sense 能力 这些都是在学生活动中培养的 有些人 他确实 他说我这个好像不想搞竞赛 不想搞 那你在这种学生会方面啊 你这种个性上面 去发展发展啊 你总得do something吧 然后呢 我这个 这个science competition的时候 也是 两个孩子都是 在这个指导做的这个research 他们就是因为做research 你才有可能写paper 才有可能参加competition 现在这个competition 这个越来越 越来越窄了 啊 所以 所以 嗯 那天我跟很多家长 也是谈到这个问题 嗯 这个大家的思路都知道的 嗯 然后这个孩子啊 要想stand out 特别是中国的男孩子 这个真的是越来越难 哎 你像MIT要收的话 女生的中国 中国 Asian的 啊 亚裔的这个 呃 女孩子的比例 一定是男生的两倍 因为他们是去平衡 啊 所以很多 很多的啊 这个EC拿过来 一看 就知道了 有些人去early 去申请啊 ED ED Duke的 ED Warton的 哎 这些孩子都很强的 他ED一下子 人家就要他 但是有些人 他想冲 Top 5 他不愿意ED的 后来呢 就发现也比较惨 因为后来 ED的话 这些学校要你就特别容易 因为你确实非常强 但是你要到Top 5 连去 再跟别人竞争的话 那你就有可能不是那么的强 所以每一个孩子啊 啊 这个 最后他的路怎么样 其实 进不进Top 5 That's OK 哎 我们现在就是知道了 看了太多孩子了 你常常也看太多病人 你就是去了Top School 如果你没有这个身心健康 没有这些能力的话 同样的 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的暂时可能看不见 结婚以后 生到孩子以后 问题就全出来了 哎 因为很多真的是巨婴啊 不管是男的女的 还有很多 你看现在很早的吃Antidepressant 是抗抑郁药的 那生到孩子以后 这个抑郁的情况 就 出现了 甚至不能自拔 啊 所以 这个孩子的问题上 最重要身心健康 我觉得 因为我的学中医 对他们的帮助 真的是很大 我经常是给他们啊 一个是保健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Mental的 这个Strength方面 我对他们非常的Close 因为我知道 很多我的病人说 孩子出问题 就是Sleep Over的时候啊 你都不知道 这个去同学家 同学的父母亲 就是Drug Dealer 都会这样子 你要女孩子 就更要防这一手 他们很多女孩子去Party 家里面有年长的哥哥的 还喝点酒精啊 什么的 都出来了 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在美国这个自由的社会啊 这个 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 这些东西 很早就要跟他们讲 就像我女儿马上初衷 都要跟他们讲 这个各方面啊 一定要自己啊 不光是要 节身 要自好 还有就是 一定要有这个心眼 要长一个心眼 不是说 不是说 真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像你想象的 那么纯洁的 要跟他们讲 啊 一定要让他们学会 啊 还有这个老师啊 和朋友圈 这孩子的朋友圈太重要 千万 要注意 孩子跟什么样的人在玩 如果他的朋友 有出现的问题的话 他朋友不上镜 其实我老大的这个朋友 都是比他大一岁的 啊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上镜了 因为不需要我们去讲 他就看别人就好 好 你看啊 我就很多人说这个 哎呀 这个讲这个大道理 我看有这些很多人在群里面 讲大道理 讲得很好 可是他自己家里面也搞不清楚 这个 这个婚姻问题啊 这个 这个家庭孩子问题啊 就我亲自 我就跟这个 很多人 他就跟我complain 他说 你看他在外面怎么样 他说他根本家里面小孩都不管呢 就讲他老公呢 哎 他这个外面就是 要是做个发言啊 啥的 这个真的是 所以我们小时候 你就想这样子的父母亲 教育出来的孩子 只有他老婆 只有他老婆来complain 对吧 那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儿子很好 可是你知道你娶了老婆以后你就知道了 所有的女性就自己能疼自己 自己要学会独立 千万不能依赖 哎 我去跟我女儿也讲了 你不能就是把你的happiness joy depending on your friend 你一定要学会内心的这个平衡 你要自己学会找到joy和peace 然后怎么去独立 不可以 啊 依赖任何人 啊 包括父母亲啊 哥哥啊 当然你小的时候 你会跟我们communicate 但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 因为我父母亲就是非常西化的 比如我们的孩子 他从来就就就就来生的时候来带了一会儿 这个是你的孩子 是你带 啊 包括我们这个去年组织云克堂 很多人希望我母亲 因为快八十岁了哈 他的各方面的这个经验 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说 这个是你办的云克堂 你自己来处理 哎 我不会帮你 啊 他们是非常西化的啊 不是像啊 我们很多 你看我们也觉得很幸运啊 有些父母亲 从小就帮着带孩子 一直带到小孩上大学 也住得很好 住得也很好 可是什么样的family啊 他我妈妈就是 爸爸的对我就是特别 strict 一个是严 第二个就是很firm 你就是自己的事情 要自己做 哎 所以你看 首先把自己修好 然后家庭要in harmony 不能一天到晚吵 有什么好吵的呢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对吧 这些东西啊 吵和生气 就是这个家 没有in harmony 没有团结 你就需要去啊 该把火锅的拔一拔 该做的做 该贴的贴 你该做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把老公啊 太太啊 都做做好 那就不会一天到晚发脾气了 啊 小孩子也是的 啊 他肯定是有身心方面的有问题 啊 最后你才想的啊 比较大的 啊 这个dream 这个dream big 所以你看 这个到一到这个college 写acid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同样的孩子 他们这个成熟度啊 就是 他就是这个水平 他不可能说 那么的成熟 对吧 可能会稍微成熟一点点 所以你要想拔高的话啊 他平常做的什么事情 一定是come from 他自己 因为美国孩子是很这样子的 他第一个不愿意做假 第二个不愿意被被引导 哎 他觉得他自己很难 啊 所以一定是在慢慢的一个过程啊 才想到 哦 这个dream big 他要想干什么事情 啊 这个可能讲太多 因为很多人是想来听这个保健的 啊 但是我讲我们的下一代的健康 全部 是在父母亲上 啊 以后 孩子 你看现在65%的离婚率 你孩子 连家庭都不能keep的话 那你知道 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 都有可能帮他未来的幸福 啊 这个是08年 你看 08年 我和 我和母亲 这个在江苏省中医院 08年 我女儿还没生的时候 我很年轻啊 现在已经50多了呢 那时候我妈也很年轻 然后这个是他的老师啊 是无锡二十代名医 他们二十代都是啊 姓这个潮 他也没有女儿 所以我妈就是照顾他 一直照顾他到95岁 所以我们从小我就跟着他 哎呀我们也叫他婆婆啊 就跟着他 所以你看这日子过得快吧 啊 这个是97年的照片 这个我女儿小时候 他比两个哥哥强呢 就是你看我要想给他 这个鼻子不舒服啊 流鼻涕啊 喉咙不舒服 给他针啊 他很听话 很快 他很小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给他的这个动物啊 来搓 这些东西 不难的 你想想看我们当时 普及这个赤脚医生的时候 人人可以拿着一个手册 对吧 人人来可以来学针灸 针灸不是很难的事情 你只要不要在这个啊 胸部有肺的地方乱扎啊 其他的东西 你就可以放心了 哎 不要扎那么深都可以的 但是治疗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这个一个鼻炎啊 什么有的人说一天到晚 这个我看提问里面 鼻炎到现在也没搞好 那要贴的贴 要拔的拔 那个除了针以外 还有很多途径呢 这么小的小孩 怎么会搞不好呢 啊 一定能搞好的 一定要变上正 你是阴虚的 阳虚的 还是弹湿的 大便次数啊 睡觉情况 搞搞就好了吗 那么小的小孩 怎么会搞不好呢 啊 所以你看我们自从 这个诊所去年 关了几个月以后 这个远程的帮助很多 Family 而且我这个idea就是 让孩子们都健康 因为你不知道 你的孩子以后 是跟什么样的孩子在一起 他的未来的这个 这个太太 未来的先生是什么 有可能你在传播的时候 也就帮了你未来的 还有你的下一代 因为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在造福 让各 让所有的人 下一代人 都能把我们祖国 最宝贵的这个 这个遗产啊 学去 而且能运用起来 运用了以后 你就不要依赖 让这个 这个吃止痛药啊 或者是打针啊 手术啊 这个都是98年的事情啊 这些都是 没生孩子之前的 这个报纸啊 Tribune啊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 Astima的病人 你现在要追踪的话 这Astima病人 都三十几岁了 他当时来看的时候 住院 一个月要住一次院 然后就是用各种喷 喷 就是 Steroids 这种Astima 过敏的病人 我帮了成千上万 很多小孩 后来搬到San Diego 还赚门来给我写感情 他不光是自己 要去Emergency room 一天到晚要跑 他的爸爸 这个也是芝大哥 芝大哥大学的这个教授 当时是在做Post 后来他们去San Diego 做教授去了 都是血压都高了 因为一天到晚看到小孩 这个痛 这个过敏 哮喘 这种Chronic Inflammation 这个是因为 这个很多是因为 跟我们吃的食物有关系 还有你越用西药 你就越把这个肺 就waken 你就越来越没有功能了 一天到晚就指望那个喷 越喷越wake 越喷越要住院 这个当时是在这个Chicago Parents 是一个cover story 专门采访我 这个小孩后来就 Astima free了 这种Astima free的孩子 我帮了很多 而且后期追踪也很好 没有Astima 什么过敏哮喘 他们都没了 也不要吃西药了 所以这个针灸是很神奇的 不光是针灸 我们把罐贴 一些忠诚药配合起来 所以你们讲了那么多问题 其实就是好几类 我待会再讲讲 把这些类别搞清楚 你对上症了 这些痛苦都能解除的 这个是你看贝贝小时候 我就想念那时候小时候 可是这日子不会再回来了 这个三岁啊 几岁的呢 这是当时我们买了这个新的诊所 就是赵薇同志 同学我们老师去的地方 这是05年的时候 一下子也一晃也过去了 哇16年 是啊 16年 就小孩也长大 当时我们open house的时候 来了几百个人 我们孩子就这么小 一下子 因为我的很多病人 就后来变成我的朋友 就看着他们长大 真的是为他们高兴 真的 所以这个 今天在讲座里 也有您的这些过去是患者 现在是朋友的人 有有有 也包括我了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云课堂 好多学生 这个听得着迷 就是你看听了这么多 他们今天还来听 我是非常 appreciate他们 然后他们也很appreciate我 因为我们后来变成朋友 他们帮自己 帮孩子 帮家长 帮他们自己的父母亲 就是一个人学了以后 全家都受福 您的这些做法和这个理念 跟我们是真的是高度的一致 叫受人以愚 不如受人以愚 受人以愚 不如受人以愈 只是给他看病 看完了以后 他还得在不停的 找不着你 他就头痛了 但是你交给了他这个本领 他反倒 这个有了fishing的这个能力 他还有这样子的欲望 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可以这个 上一一心 要教小孩子们 他们从小就会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家长能看一辈子的事情 我看有些和家长 真是操碎了心 真的是操碎心 包括我们这个 新生的去MIT的这些家长 你看他在提的那些问题 就心想 他们孩子怎么上MIT的呢 这个家长要那么多细节吗 床上用品啊 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真的 这个可能不光是中国家长 美国家长也差不多 好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知道了 大家这个眼睛啊 什么脖子 颈椎 这个整天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九个小时 再这样一天这样看 能好吗 所以这个关键 这个是养肝 补肾 补心 活血滑鱼 所以人的一个衰老过程 一个是弹食 脾胃不好 各种弹食 如果是小孩胃口不好的 不能open up 瘦的 你看人要瘦 你看要健壮的 那个结实的瘦 像我老大都是肌肉 不是那种 好像没有劲的那种瘦 那个就是气血不足 所以你的脾胃强了 他这个胃口也好了 这个肌肉啊 这个皮肚四肢 这肌肉也开始起来了 那你这个什么呢 你这个也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脾胃不好 女性有子宫 血液各方面的 月经的问题 以后生孩子的问题 我昨天还在讲呢 我们云课堂的时候 我说你看一盆花 昙花 他这个一年生 三年生和五年生的 我当年插制的这个花包包 他后来就结这么大 还是掉了 这个他一定啊 他就像你这个 Uterus一样 女性的子宫一样 他这个肥沃的土 扎实了 solid以后 他生意出来的孩子 一定是好 这个女性的这个 肥沃的这个土壤的土啊 一定是在出潮来月经的时候 青春期的时候 这么多女性 有各种各样的月经不调的问题 痛经的问题 还有各方面 你讲吧 青春期粉刺的问题 你看大家问了那么多问题 都是因为他们的肝脾肾 肝气不舒 肾血脾胃功能不好 这些东西都盖过起来 然后症状都差不多 如果你现在不慢慢给他调好了 他到了college 然后结婚生孩子了 那我这个临场上40岁左右 不能怀孕的人 也是成千上万 就是帮别人 所以我是说 就是因为我40岁的时候 可能帮了很多人受孕 所以上帝又给了我一个女儿 当时我们也不准的要 所以我在41岁的时候 生了一个女儿 送子观音呢 所以我是觉得是 也是一种blessing吧 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 真的是 因为男孩和女孩不一样 所以你非常能感觉 这个你培养这个女孩子 你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亲密 非常男孩子呢 他后来越来越firm 小时候也是很亲的 但是他这个foundation越好 他以后的这个婚姻关系 他会越好 大部分人如果小时候 没有这个security的话 他婚姻多半 都会有出现一点的问题 张一生刚好问您一句话 我怕我一会忘了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这个女孩子 女性的成长 从这个初潮开始 这个青春期开始 一直到40岁 甚至更年纪更大一些 那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身边学医的朋友也很多 过去有很多的朋友们 确实听到了这种 说是这个中医的讲 叫公寒啊 或者什么样 还就是连这个生孩子 都有问题了 那什么时候 是最佳的开始去调理的 这个时间 是在这个孩子 这个女孩子在出潮之前吗 还是就是出潮以后 一般来讲 就是她开始乳房有些发育了 然后其实有一些不稳定了 那个基本上她就说明 她的那个月经要开始来了 那时候就要开始慢慢调理 因为很多很多女孩子吧 这个现在这个有一个病叫 就是多脑懒潮症活症 很多我看的这些病人啊 他们都是不能怀孕 一年大概月经就来几次呢 不能来怀孕 有些人很夸张的 这个就是他们定的这个IVF啊 人工受精的药已经都已经order了 定好了 回来来看了我以后受精 受孕了以后那些药也只好扔了 因为她那个药是对每个人配的 就是说她insurance当然是帮她 所以不食一粒啊 好多粒 有的是生一胎两胎三胎的 我都帮她 所以我说这些女性啊 你要早一点能够调的话 她就不会到那会儿了 她生不了孩子了 她在想这个调 而且这个公寒的问题啊 你看我们一天到晚喝冰嘴 对吧 然后穿个短的 一天到晚空调里面 空调 然后孩子们还穿 女孩子们还为了要性感 还穿露旗装 然后还要穿这个热裤 所以你看 这些是不是都是对孩子 对她的这个身体有影响 这个公寒的问题啊 在美国其实更严重 因为这个冰水冰的东西 我们在中国还没有那样吃呢 所以这个问题啊 这个现在这个不应症 不育症的问题才成大问题 原来是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当然更情绪紧张 工作压力大 生孩子晚 这些各种各样都有问题 嗯 嗯 但是现在怀疑以后妈妈的 比如有些人 他根本就不是母鲁未养 你非母鲁未养和母鲁未养 他对以后的这个生育功能 也会有影响的 只是说你研究还没有出来 研究没有表明有直接的关系 啊 你就像那个这个奶粉的问题 像我50以前我几十年前啊 二十年前那个奶粉那一代 他们那些那时候西方的妈妈 几乎没有人母鲁未养 都是鼓励吃奶粉 后来PDI推审 他们自己的理念变了 然后发现各种各种问题 就是没有奶的也死尽 让他要母鲁未养 哎 所以他们自己也在更新中 你想 这个奶粉多容易啊 这个妈妈也能很早一脚睡到天亮 要费那么多劲干嘛 可是母奶里面给你那个 nutritional value 各种各样的很好的营养 还有抗体 你什么东西能补过来啊 你那个奶粉再先进 能补过来吗 哎 所以你你以后你你找的这个 孩子找的这个配偶 他是母鲁未养的吗 你的基因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是需要宣传的 就像breastfeeding 现在PDI推审 死活都要建议你breastfeeding 以前根本就不是的 以前都是吃formula的 这是时髦 没有人去母鲁未养的 所以这个时代也是在变的 所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它也是曲线的 也是要有回归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还有人和人之间 妈妈和孩子之间那种情感的纽带 这种chemistry的传递 应该都是无形当中的 一点都不错 因为他在 女性母鲁未养的人知道 在孩子在sucking的时候 他在吸的时候 对你这个鲁房和身心是非常放松的状态 那孩子跟你在一起engage的时候 那个engagement也是其他东西不能代替的 所以一定是有这种experience的人他才能体会到 提会到为什么孩子跟父母亲的榜顶是lifetime 又是有的时候奶妈他都有这个作用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还是重点讲势力吧 不然我们来不及讲 好我们现在重点把这个眼保肩操给做一下好吗 很多人就是来听这个学位按摩的 因为小时候我们都做过这个操 我就画的比较直接的 那鼻梁就在这儿啊 这是内眼眶 金鸣 斩竹 鱼腰 太阳 晨气和四百 这个我们观光眼保健操讲势力 讲厅里我们是一堂课 今天要把颈椎的 势力的 育颜的 还有这么多问题 在一个多小时内讲 我是觉得是已经有点夸张了 其实已经是一个小时了 但是我们尽量吧 好 你看啊 站足穴位 我们是以前是唱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对吧 你看啊 我们站足就是眉心 眉的终点这边 我们做完同学就觉得舒服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好吧 然后这个 这个下面是金鸣 下面金鸣就是正下的 再演这个内侧 对 演姿的内侧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OK 然后是挂眼眶 这样子鱼腰穴 对吧 一二三四 二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对吧 然后就是四白旋 对 一二三四 好吧 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只能稍微过一下 你确实是没有时间了 因为中医这个啊 从生下来 我最小的病人八天 最老的病人九十五岁 你这一辈子 男的 女的 各种病 不同年龄 决战的 各种各样的 你讲不完的 所以我们云科堂的学员 从十月中学到现在 还想学 俱乐部 说老师再继续学 继续学 好 你看啊 这个背部紧追的啊 就是几个关键学位 一个是肩颈 你们自己摸一摸这个肩颈 一按上去都是算的 一天到晚就是勾着这个键盘手机的呢 你看我孩子啊 包括他们在打这个 游戏的时候 我都给他们这儿揉一揉 哎 他们很舒服 哎 揉一揉 对 揉一揉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大锥啊 大锥的血在真中间 对吧 就是你颈子头一低 然后这个基督最高的第七颈椎 这个下面就是大锥啊 肩颈大锥 对吧 然后呢 常敲这个有用吗 可以这样敲吗 可以敲 也可以刮 也可以拔 对吧 对吧 我们都 我们都是教各种方法 哎 这个拔 像我儿子他们都是有一个抽真空的 他们自己有一个extension 他可以自己拔的 啊 我女儿都会自己拔 我待会把那个YouTube发在群里面 我儿子做的一个三月份的一个YouTube 你就把这些学位点找到对吧 你比如说有过敏的哮喘的病人 这个肺酥 大锥肺酥 这些地方都可以拔 这些地方都可以拔啊 啊 肺酥就是第三胸椎 对吧 第七颈椎下 然后下脸 一二三 第三胸椎下 啊 然后 这个九肝十胆 啊 第九 第九 啊 胸椎下 旁开1.5寸啊 可以在正中 也可以侧面 这都是膀胱筋的学位 啊 然后 匹酥 啊 匹酥 这个就是顺着下来 对 匹酥肾酥 啊 你看啊 肺 第三胸椎 啊 然后肝 是第九 差不多就是胸椎 这个线 哎 肝火旺的 心火旺的 睡觉不好的 这个都可以拔 哎 所以脾胃不好的 肾虚的 这个都用 埃咎贴 哎 这个贴哦 我们也是 我们同学都是 时和时和的定 啊 其实我现在脚上 我自己还贴的 啊 那就贴 你就 你就把它贴上去 哎 这些你们 那个到时候你们都可以问我 我我会跟你们讲怎么用的 啊 这个贴 你比如说消化肠胃不好的 公寒的 月经不调的 这些都可以贴 啊 匹酥 肾酥 对吧 啊 所以好多东西你可以灵活运用 哎 不要光光想到就是一个吃中药呢 就是 现在所有的人一个概念就是 看中医就是吃那个苦的祖宗药 这个是一个很老的概念 哎 很多人没有更新呢 或者有别的各种各样的experience 觉得这个中医有问题呢 但是我只要想今天来的人 他们至少是认可的啊 他不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讲这个颈椎腰椎保健 我们本来要是要上一个课 专门讲这个膀胱经排毒的问题 啊 因为人的毒素排不出去 啊 这个才造成了脂肪的堆积 哎 各种东西 石头啊 沉淀的 还有就是弹湿 对吧 还有血鱼啊 时间长了 这些东西都是造成毒 一毒以后 经络不通了以后 有各种各样痛 还有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人体 按照我妈讲的 抗衰老 就是生下来就得抗 哎 什么皮肤啊 什么 这些抗衰老 是一定是越早越好 这个防晒啊 保湿啊 有些人到了中年以后 出班了以后 才想各种各样的问题 哎 还有这个减肥的问题 像我这个是 我们自从我COVID以后 我也减了十几磅 哎 因为吃了健康啊 有时间来调理自己了 我们的学员也是 两百多磅的人都减 啊 明非常明显的 哎 所以这个我们是光光 你看我们从十四条经脉开始学 这个是学的比较深的人啊 我们学了两三个月啊 就是专门来学啊 一个个学为学啊 当然我们初级的学者不需要学这么深啊 费经 从费书心书啊 费书心书啊 甘书 你看对应的是费心干脾肾啊 这个你看 这个正宗是肚脉 然后两侧就是啊 我们膀胱经的 所以你把这个背上的学位搞搞好 这个颈椎腰椎 还有最重要的是 所有的这个背书穴 都是五脏六腑的反应 你看古人这么 这么先进啊 他们根本就没有解剖学 但是他们能找到对应的学位 你看心的位置啊 心书的位置 就跟心很接近 费书同样的 心肺 它就在上脚 甘脾 它是在中脚 肾就是在下 他们这个东西啊 这个仙人啊 写这个内经这本书 是非常有灵性的 不是说 不是说随随便便写的 当时连解剖都不成熟 昨天我们还讲了 这个肝藏血的问题 这个人睡觉的时候 人卧血归于肝 就是血就在肝肝脏里面 就让它储藏 肝就照了血 也藏了血 只有肝血旺 你的眼睛才不会干涩 所以你看我们昨天 教这个这个势力的问题 我们就教了一堂 整整一堂课 讲这个中医 这个肝的这个功能 对吧 然后肝 毒起来了 湿藏了 脾气大了 心情不好 郁了 郁闷 这些东西都是肝气不熟 用一些血味来调理自己 因为这一年 对谁来说都不容易 所以怎样才能 自我的调理好 让自己更开心一点 家人更开心一点 就是 就是一个我们 priority最好的一个任务 因为本来也觉得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没有结束 所以今年的这个 Flu season 也是同样的要tough 所以我们要做好 你看我们讲的这个四季 对吧 秋天一定要润肺 把你的肺搞好 你就不怕各种什么这个毒 那个病毒 然后冬天要补肾 你胜强了 就像动物这个 冬眠一样的 harborate 冬眠 你就有一个来年 很健康的春天 所以你看 这个春天以后 又开始养肝了 那个肝气 要按照舒展 所有的 你看各种生机全开始 灌木都开始 然后夏天要养心 夏天因为天气热 人很容易烦躁 然后四季呢 我们要补肥 健脾化湿 昨天还有人讲 老师 你就帮我们配好 我们省得每天 去来配配配 健脾化湿的 帮我们配好 可以用贴 可以用一些食材 好 我介绍 简单讲几个 这个就是 我们叫 就是淀粉类的 可以带主食的 可以补充 补充的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要就是 想到一个面包 面 对吧 这个美国的食品 贝果啊 什么各种东西 都是胖人的 中年的人就尽量 就不要吃了 孩子你要想给他吃 那是OK 但是如果你自己 能做一点的话 就更好 因为我们每期 我们都会讲 这个食疗部分啊 所以今天先稍微 简单讲一下 这个山药我也自己 在地里面也是 每年它自己长 因为这 搬来以后 十年我已经 移植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 这个 这个比较有用的 这种植物 食物 有的是多年生的 有的是来年 自己会慢慢长 还有去年这个南瓜 接了一百个 这个南瓜大丰收 你看 而且这个最好呢 这个南瓜可以放一个冬天 它不像别的东西 可以放一个冬天吗 为什么我们在超市里买的 就放一个月 可能就不行了 因为它放到冰箱里 所以我们秋收的时候 你硬着在上冻之前 把它给摘下来 然后呢 最后一个南瓜 是我儿子走之前 去Duke之前 我们做的南瓜蒸糯米饭 我这个图片太多了 没有办法讲 我们课堂上是 每周都分享 还有这个爱草的功能 我们一定不能小看 这个爱草 这个爱片 也很方便 我们拿爱草来泡脚啊 爱草来防纹啊 做各种精油膏啊 爱草我们 这个我们买的这个爱贴 是最好的 很方便 因为传统的爱要点烟啊 有火啊什么 这个贴就直接往上贴 这功寒的问题 就是贴是最好 这个院子里面 这个爱草也是到处都是发 都开花 我们爱草的根 还到了加拿大的寺庙里面 就在路上两个 两个星期 它照样能够发芽 你看爱草的生命力多强 我们也传到了世界各地 连加拿大都去了 还有这个南京的 我们叫这个菊花脑 这个菊花脑 这种菊花的叶子 是清干明目的 对眼睛啊 这个眼睛脏啊 我这个弟弟也是的 你看这个啊 它也是到处发 它会冬 我这个也做了一个试验 我寄到Texas Texas UPS 两天就到 我就盆里面给它 soaking保湿 然后有一点湿的 然后过去 它埋到土里面也活了 这个菊花脑 又可以 这个花可以拿来泡水 叶子 这个初春就可以开始吃了 这枸杞我也种了 枸杞啊 它也不是说 一下子能种那么多的 这张图片 那个老师帮我换了一下 我自己的枸杞子 没有种这么多出来 但是也也是小有丰收 不可能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也买一些 就是讲到这个对眼睛好啊 这个这个补义甘肾啊 这个枸杞子的功效特别好 这个枸杞子和花旗参泡在一块 是不是可以比较好 对 但是花旗参最好是切片的 比较容易消化 比较容易吸收 所以这个枸杞对吧 枸杞 好 我们基本上要接入这个 接入这个 最后阶段了 你看 我们这个从孩子 我们跟他们讲啊 你看肝胆平衡对吧 肝胆平衡 但是都是在 十一点 到一点时间 这个胆经啊 这个十二条静脉啊 古人内经里面 这十二条静脉 每一个静脉 是两个小时的充电时间 所以 为什么要在十一点钟啊 最晚不要超过十二点呢 因为你肝胆 正好在留住 这个静脉在那 应该你休息的时候 你看现在孩子 搞到三点呢 有多少高中症啊 一两点 三点 因为大家都在网上兴奋 所以大家在网上兴奋 就造成了一个全民 啊 这些小孩子 啊 心火旺 脾气大 啊 然后睡眠又不足 这个焦虑 depression 你看多少孩子 有问题 所以按照这个chart 来睡觉 来吃东西呢 多少人睡到中午 不吃东西 这个是胃的时间 所以这个chart 是我们一个同学 宁克堂同学 今天可能也来参加讲座了 他帮忙画的 哎 你说他们学员 对我多好 嗯 你看有五张 有六幅 所以按照这个chart 来养生的话 哎 这个排毒的时间 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细讲 因为如果想上 宁克堂的同学 我们可以 这给了台积拳的链接 啊 拔罐的链接 我可以发到群里面 啊 这个是我儿子做的 嗯 这个可以meditation 对 我们现在重点要进入 提问阶段 因为大家提的问题很多 但是 我跟你讲 这些问题啊 其实都可以归类的 啊 你看啊 如果 他有脚踝受伤了 他有痛的了 你光靠休息 是不行的 那我们有各种的精油啊 药膏啊 还可以贴啊 以为全好了 这根本就没有全好 啊 这些孩子啊 我我现在讲啊 因为有很多现在家长都是 三四岁五岁就开始 各种包括跳芭蕾的 踢各种sport 真的对孩子来说有点早 但是你不这样训练真的是 奥林匹克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啊 所以这种情况的孩子一定要做好保健 不是说啊 让他自己恢复就好 我跟你讲 所有最后sport到高level的 都是没有受过大伤 呃 你受了大伤 有的人运动生涯 就比如说我 我帮 以前我在这个 这个办公室 隔壁就是 IGI 就是女子 当时2004年 这个 也是 体操进入这个 呃 奥运队呃 呃 那个呃 进入那个呃 队了 当时他 但是他没有得金牌 就是 他就是 这个 脚踝 呃 这些的人都是landing的时候 脚踝呃 呃 乃 都是我来帮他 帮他搞 啊 像他受伤的时候 就练top 练巴 这些东西 呃 所以 这些东西啊 都是 呃 在中国也是需要保健的 呃 不是说我们这儿 做做physical therapy 都是你看我们以前的 震骨水啊 这些东西 来磨啊 按啊 揉啊 帮他有恢复的过程 呃 包括我儿子现在 我都是经常跟他们讲 你要自己做 对吧 因为以前我都是帮他们做 现在他自己都会的 呃 所以 你看 你如果 你如果要想 问我 呃 这个孩子 我就可以帮你 这个你现在 你得让他好啊 不然你11岁 你这高中怎么搞呢 初中还怎么搞 现在初中啊 还这么高 你得帮他搞 呃 平时挑一点都没感觉 你看现在多少小孩 这个夏天的时候 训练没有intense 一开学以后 要上学要训练 睡觉也不够 啊 有的营养还 马马虎虎 美国人就吃个披萨就完了 这个太随便了 这个营养 这简直是没有什么 nutritional value 啊 好吧 哎 这个你看我们都是这个 初中生为主的孩子在提问 啊 十岁 这个都有办法的 十岁的眼睛近视啊 你看啊 这个是啊 如果你 你看你 第一个你是开始做眼保电操 对吧 第二个 有很多这个对眼睛好的食物啊 比如桑胜啊 蓝莓啊 茄子啊 我们昨天介绍了好多胡萝卜啊 还有就是紫颜色的紫甘蓝菜啊 有很多东西从食疗上帮他 另外他一定要自己会做啊 而且我跟我女儿讲 每一个小时你要看远啊 要休息啊 啊 这个补救 你你如果能近视不恶化 这就是好了 你要是说近视的度数 你要看是已经很深了 还是怎么样 那个散光啊 刚才有一个人的问题 那个散光基本上是很难搞 哎 近视 你只要他不发展 你就是进步 因为你在用眼这么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啊 好 你看啊 这个八九岁的孩子 九点上床 这个就是心神不宁了 啊 第一个是心火旺 第一个是睡不着 老起来小便 嗯 后半夜也起夜 这个又是 一般来讲 小便多的孩子 都是肾虚 八岁多的孩子啊 我还看过尿床的 哎 肾虚 你看黑眼圈就是肾虚 啊 啊 你看 精力旺盛 不说累也不说困 这是暂时的 哎 你看他在旺上长几岁 哎 这个小时候你要给他调好 不能等他 坐累了 然后再来帮他调 哎 不喜欢睡 这就是 他觉得unsecure 不安全 哎 当然你饮食商也是的 那种香辣心灶的东西 要给他少吃呢 啊 吃零食 对 零食的那些东西 对他睡觉也不好 另外 你看 这个 我也可以帮你 啊 你 你这个肾虚 我就可以帮你 啊 因为我们 你看 有 有一个 孩子 是加州的 也是我们第一期 瘾科堂的学员 我就给他寄了两种中层药 他 吃了一个星期 他这个小便的问题就解决 啊 所以这个孩子 你要是想找我 我也可以帮你 然后他又介绍他的爸爸来看 因为他爸爸也是企业 但是他爸爸企业的情况不一样 是因为前连线的问题 所以男性啊 哎 average男性在50岁左右 这个美国的average 他的性功能已经不怎么好 而且呢 前连线也不怎么好 他跟长期喝这种饮品有关系 哎 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饮品 所有的东西进去的都得拍 通过啊 肾脏 通过肝脏 排不了东西 毒素就在里面 哎 所以我们制造这么多画画绿绿的观光cereal 就是一排啊 成千上万种 那些零食 可是让自己的味蕾啊 觉得有好吃了 可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伤害啊 这个这个一定要有个权 全人类他有自己 不是为了这个盈利啊 一直去产生这种产品 这种害人的产品 哎 就像我的女儿去这个 买这个 school supply 她说妈妈 你愿意多付点钱去买这个 biodegradable 小就是可以降解的这种 zip lock bag 我说那当然我愿意了 我说那你就买吧 哎 那如果每个人他都有这种概念 那我们能够减少多少垃圾啊 我如果我们都有这个概念 我们会少生产这么多垃圾食品呢 啊 所以我儿子今年他特地去 因为他本来应该是在牛津大学 他们是取消了这个实习 所以他就上了这个cooking的课 他就对food science特别感兴趣 他就是所有的食材的要求 味道的要求 都是一定要是最好的 他就专业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孩子 他有兴趣 做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不是都要挤到一起去做IT啊 做这个做那个 对吧 你要有自己的特色 对吧 而且你能做出自己 以后想做的事情 那是最好的 孩子们追求be cool 我们讲叫excellent relevant different 孩子们要有这个自己的独特性 对 你刚好翻页到下一页了 我们看家长提问3 你看闷多 闷多 效果不好 这个一定跟这个他吃的东西也有关系 小孩第一个晚餐不能吃太饱 第二个吃完以后稍微冻上 不能一吃完饭就去坐在那 还有就是说 至少前一个小时不要玩电子探柄 所以这个人他年龄没写好 也没说男孩女孩 所以这个东西 这种提问的效果就不是太好 你这个男孩女孩也会有差别吗 假如说都是10岁 假如说都是10岁 男孩女孩的差别主要在什么地方 男孩女孩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因为 因为女孩他进入青春期要稍微早一点 比男孩要稍微早一点 所以有些基本来说 男孩女孩的这个脾虚 肾虚的情况比男生多 女孩子的公寒的情况也是比男生多 所以这个睡眠老做梦啊 他这个他不一定是说是跟这个心火旺有关系 他有的是跟肠胃啊什么都有关系的 所以问问题的人就是越多的information在越上面 他就越容易搞清楚呢 你看早餐没有食欲 他肯定是晚上睡没睡够呢 我们讲充电充得好 早行起来他就是胃口好 就按照那个时辰他就想吃东西 早上没有食欲 都是这种可能都会有点蛇胎啊 胎有点腻啊 脾胃有湿气啊 所以这样的人 他小孩他就不爱吃蔬菜和水果 蔬菜和水果都是偏凉的 他肯定有脾虚有湿 我们可以介绍他用爱旧贴 贴主三里贴三英胶 还可以贴这个我们讲的官员和中书 我们这个同学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学位 你看这又来一个 这如果是12年级 那就说明这个问题可能是从 9年级或者是更早就开始 你不能到12年级 都女孩都要去上大学了 还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这个就有点太晚 你看17重月经不规律 这两个基本上是 按照中医诊断的话 都是脾虚17重 然后肾虚 对吧 然后又是那过敏体质的 过敏体质的这个 那个就是肯定是脾虚呢 他面粉 他要吃glutin free的东西 又是lactose intolerance 所以现在的孩子 你像花生过敏 以前哪是个事啊 我们孩子上小学的时候 十多年前都可以带东西去学校 现在绝对不能带 你带了以后 影响别的小孩 birthday party 坚决不能带吃了 就是这么多人 一天到晚要背个阿B看 不行了就赶紧打针 我见到好多就是 通过这个IVF 人工受精生下的孩子 连太阳都不能晒 一晒他就起红子 所以我们要求的 不是说光光生一个孩子 我们是要健康的下一代 另外他们的下一代 也是健康的 这个一定要有全民的意识 所以我们不是说 我们今天只是说帮一个人 我们要帮一批人 所以这种情况啊 这个高中生 不是说就他们两个人 这个高中生 这样的高中生太多了 我不知道看多少 因为这边的海 这边的家长挺open 不是说中国人 我们经常看的都是美国人 他们自己看 也带小孩来看 这个我们还有好多slides 怎么掉了 你看这一盆啊 这一盆就是我儿子的 original design 他你看下面这个 他是用酸奶做这个based 他为什么给我 愿意给我这张照片呢 他平常是不给我 是因为这个里面的 这个叫芝麻菜 是我们弟弟种的 我说我冒着被蚊子咬的危险 给你采了一盆芝麻菜 就是因为他要做这个salad 对啊 我说那你还不能给我一张照片 照为交换吗 所有的 他夏天做了几个月的美食 没有一张给我 只有这张 是他的original design 你看他放的这个sauce juice decoration 什么东西 他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要追求这个完美 他跟我的这个放盘 要差好多 为什么 因为他比我用心呢 因为我要忙着去诊所上班 要这个地里面帮忙 还要管孩子 我不可能每盘菜 都像他这样去design 你看他这个 一个这种素的啊 这个东西都是自己 scratch做出来的 你就知道 他每天要花多少心思 也是 就是因为没有去牛津 对吧 他打一个小工 IT小工 他才有可能去上cooking school 才有可能做 所以我说世界上的事情 都是安排好的 给了他这个机会 我拿出来 我就是放在我们最后一个page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这样 我女儿也喜欢 但是呢 他不像他这么用心 所以我这个儿子特别用心 你一看 你知道吧 他哪怕这最上面放一个 这个我们弟弟的这个薄荷 你都知道他用了心 他很追求他这个里面的味道 营养价值 还有他的这个present 他一定要最好的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孩子用心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蝉意的一张照片 所以我不解释 你们可能还不会pay attention 但是我解释了以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 我们还有那么多问题 就是都提完了还怎么回事 我记得 我记得我有好多page的呢 哦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这个拿的是一个旧的download 后来那个老师加的那个page 就那些提问就 没在上面 没关系我们还有提问 刚才在这个对话框里也有提问 您点一下可以看到 比如说 呃 这有个家长问说 ok好 我我再讲一下吧 因为我现在觉得啊 我今天就是抛单影域 因为根本就 不可能在一个小时之间 一个小时多 学这么多东西 我不是跟你讲 我们俱乐部这个design的 就是从开始 从40个学位对吧 最基本的 嗯 从40种 中药对吧 教你怎么用 然后从季节开始 秋季是怎么润肺的防流感 冬季怎么补肾的 然后我们有这个 怎么保护皮肤的 眉颜受肾 最重要的搞清楚自己的体质 嗯 是阳虚阴虚 还是寒热 还是湿 还是血液 对吧 然后对你的症 用自己的方法来调理 然后我们有势力 听你和紧急 药罪保健 我们专门要讲一堂课 啊 还有人有三高的问题 对吧 我们最后 我们这个一年四季的 这个诗聊 我们都 哎 我们都 跟大家分享吧 你们愿意 愿意继续 学的 学的你们就 我们今天真的是只能简单 非常简单的讲一下 但是我觉得我们来听的人 同学们都是非常想解决现在的问题 哎 你们如果需要的话 你们就加我 对吧 然后我看那个老师 好像发了一张 前面有发图的 啊 有 还有几个问题 我没有答完了 但是我们也已经八点半了哈 哦 对 你那边 对 没有不落幕的课堂啊 这个 嗯 就把这个chess里面的再现 先问一下 我们把这个checkbox里面的这几个问题 我们回答一下吧 那你看第一个问题呢 是这个家长问说 呃 脚踝扭伤之后 除了贴膏药等 还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呢 啊 这个事呢 我刚才 我刚才 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哈 对 我就是 我就是用这个温热的爱旧贴 嗯 然后给他那个茶树精油 而且我还教了他们 嗯 你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open 我就教 25岁啊 女生啊 就教他 他就可以开始用针的 嗯 好 而且给他寄一些云南百药啊 嗯 这个有很多方法的 这个没有问题的 嗯 好的 下一个问题是说 你不要读了 我看一下 你能看得到哈 嗯 长了一个很大的包 膝盖后苗 哦 这个barker sister barker sister 现在很多人 可是七岁半长这个包 我是第一次听说 啊 这barker sister 我帮过很多人 通过针灸治疗的 啊 你也可以试试用这个爱旧贴 啊 13岁孩子 闹 拉肚子 夏天空调房 穿短裤 对 这个典型的就是脾虚湿气 这个我可以给你帮助你 给你爱旧贴 肯定能好 吃个冰激凌 拉肚子 嗯 喝绿豆汤 驴 哎 小时候肯定是太凉 对 这个 这个肯定能帮你的 亲 而且很快 13岁赶紧搞 因为男 男生 一变身以后啊 什么过敏哮喘 这种 老毛病啊 变身以后 他就容易定型 哎 13岁最好是在这个时候 把他给搞好 不然我跟你讲 我很多病人 50岁 那个肠胃 就是跟5岁的那个肠胃一样的 因为就根本就没搞过 你知道 所以 还是这个问题呢 哎 这个Q&A里面 怎么 可能里面也有 那个江医生 我还是念一下吧 因为 这些问题呢 发上来了以后啊 这个观众是看不到的 我来说一下 您来答吧 那么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知道 您在回答哪一些问题 那 我们先看这个问题 我想请教孩子 一睡觉就出汗 是什么情况 该如何治疗 可能这个家长 错过了您之前的 讲的部分 哎 这个就是 阴虚火旺的体制 阴虚火旺 可以用严重成药 嗯 这个可以帮她的 嗯 女青年吃的不多 肥胖 嗯 甲低啊 甲低 甲低的人 就是中医讲 就是肾阳虚 脾阳虚 所以她的湿气排不出去 她就容易肥 容易肥胖 这个我可以给她一些中药啊 或者是她用贴的方法 嗯 我看这还有人问说是 在哪里可以购买艾鸠铁 呃 我就讲 我我们自从那个 十十月份以来 已经全国各地给同学 很多人记着 哎 如果是所有的人 如果需要什么 你就可以加我 哎 我们半货一个月 刚刚又到了十箱 嗯 真的整整断货一个月 根本是 一一基本上 一来就很多人就 order就没了呢 嗯 你看这有朋友问说 怎么样才能跟您预约云诊断 如何收费 啊 怎样参加您的这个 呃 云课堂学习中医 啊 刚好这个 现在 屏幕上呈现出来的 这个PPT 我觉得已经基本上 回答了这个问题 哈 有江医生办的这个中医养生俱乐部 啊 然后这个 江医生的联系方式都在这里了 啊 我觉得 应该可以直接可以回答 呃 这个您的这个提问 嗯 可以 这个 这个Q&A已经差不多了 是吧 对 然后最后 我看又蹦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时间的关系 哈 这个 对 如何治疗 如何预防和治疗 青少年青春痘 听说用身体包水喝 有条例作用 是吗 青春痘 我跟你讲 COVID的以后 大家戴口罩以后 就是超过百分之 呃 九十的人 都是有青春痘的问题 呃 而且因为大家在家窝的不动 呃 呃 我不知道帮了多少 就自从去年十月份 而且这些孩子有的是好了以后 还介绍他们的朋友 都是远程 呃 给他们寄东西 寄中程度啊 呃 我就讲这个宫寒的问题 嗯 强迫症 呃 这个强迫症 因为你知道吧 瘦的孩子啊 他多半就是属于肝火旺皮 就是肝木蹭皮土 所以他的消化就差 呃 肝火旺 然后呢 脾胃又不强 所以这些很容易焦虑 他就容易并发 这个强迫症的问题 compulsive 呃 非常compulsive 嗯 而且特别敏感 这个一定要 树干 礼器 然后健脾 不胜 呃 这一定不要发展到 自己跟自己说话 这个程度 呃 这个已经就是往深处发展 呃 你光光前面有点compulsive 还没事 你要是越来越发展的话 这个就比较不太好搞 而且15岁小孩已经有点来月经了 大部分 嗯 所以一般来讲 青春期是一个观 为什么说 在男孩没有变身之前 女孩没有 来越经之前 所有的病都比 这个之后好搞 就是因为一个在成型的阶段 他在没有成型 没有完全form的时候 特别好搞 嗯 越小的孩子越好搞 嗯 男孩已经开始进食 那我刚才就讲 你就可以开始给他 教他自己做 而且一定要跟他讲 这个眼睛啊 哎 我跟你讲 我最近看很多怪病 就是老抽动 一个是看electronics看多了 眼睛抽动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还会发怪的声音 像动物一样的声音 哎 我这个远程治疗 还有人过来的 clinic来的都帮 哎 这个东西都是跟这个电子产品 有关系 啊 啊 背痛 哎 这个背痛嘛 我们刚才就是讲的 靠拔 拔罐啊 贴AQT啊 就这样子嘛 啊 延伸到手臂和膀子 就是有神经压迫了 嗯 如果光光是背痛 那是单纯的这个背痛 啊 对上网课的后遗症啊 嗯 现在 家长能提问上网课的后遗症 上网课的后遗症 有心身心的问题 有的人有social anxiety 不能出去了 嗯 而有惨的就是 就好多人就是网课以后 还有人就是想不开的孩子 哎 我们 我们有有最年轻的小孩 十几岁就 就自己就自杀女孩子 嗯 这个今天 这么多的家长 这么热情的提问 你也解答了很多 呃 我们现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关系到几乎所有的家长啊 孩子们现在返校了 除了戴口罩和勤洗手之外 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 或者有帮助提高免疫力的 中药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吗 我们把这个当做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吧 哇 我跟你讲啊 我就是教他们 就是去年十月份我就教他们 一个是刮银香 对吧 刮风吃 然后刮大锥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课就是让大家不要焦虑的 从去年十月份就开始教 一个是通过血味刮 还有中药呢 是这样子的 你看孩子是体寒还是体热的 体寒的孩子呢 容易感冒流青鼻涕的 体热的孩子呢 一上来就是喉咙痛发烧的 体寒的孩子呢 一般都是用预防音风散啊 体热的孩子呢 我都是给他们 这些都是寄啊 从去年三月份我就给他们寄了 MIT的孩子啊 到处也是各处都寄 去年三月份 当时COVID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寄 就是预防的中尘药 是根据他的体质来去的 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在校学生 当时我们不知道吗 也是按照 你是外感的症状啊 还是已经到了这个 Bronchia 还是到了肺 还是有喘呢 还是有拉肚子 这个用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给他们寄了一套 像一个package这样 他们包括我们这次上大学的 去读medical school的 这个孩子 他就是原来是 阴虚 这个热体啊 然后粉刺啊 乱七八糟一打堆 后来我给他开了一些药 他自己都说 他说中药真神奇 他说妈妈 我现在真的是 他自己觉得做医生以后 他一定要在学中尘 然后他就跟我讲 就是他妈妈也是 他们带一套 他在学校家里面在背着 万一有什么情况 在什么位置 其实我们的病人 十多年 有的有三个孩子的 我都教他们 干什么阶段 用什么中神药 很快的 江医生 您刚才最后这个故事 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 真的的的确确印证了 这个受人以遇 不如受人以遇 受人以遇 不如受人以遇 那这个孩子通过切身的精力 然后激发了自己的这种 motivation 有了自己的这个passion 非常非常好 这应该是特别棒的一个 真的是教育 的的确确您不只是在给人 医身 也在人医心 还在医他的灵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想今天 在这个论坛里边的 这个数以百计的这些朋友们 也都能感受得到 江医生的这个人心 人数 这个让我想起来那一句话 叫但愿世间人无病 何兮下上要生辰 这是我觉得这句话 也特别印证 这个江医生的这个医术医德 那么从这个fishing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 这是一个不落幕的一个课堂 大家可以加入到这个江医生的 养生俱乐部里边 而且我刚刚留意到 真的江医生真的是人心 这个人心人数 那么这个收费 只有180块美金 然后老学员160 然后可以有八次的课 真的是白菜价 但给的是 难以用金钱来去度量的价值 那是身心灵的 共同的健康 这个今天呢 真的是我们一个特别的节目 今天原本我们平时的这个公益讲座 就是一个小时 今天已经马上就两个小时了 说明这个江医生是投入了100%以上的这个经历 家长们也是投入了100%以上的这种关注和热忱 你们的这种心情的关注付出 是我们Harmony Plus做好这样公益讲座的这种非常强的动力 非常衷心的感谢大家 那么下个星期的时候呢 我们会请到加州这边的一所蓝带学校的校长 Robin校长 他来给大家来去分享 跟AP课相关的一些事情 今天江医生又讲到了他的孩子 以及更多的孩子们将来必须要去面临的 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将来还能够有机会 在江医生这个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再可以跟大家去相聚 真的今天这个还是一由未尽 我们也希望江医生甚至包括江医生自己的孩子 可以出来现身说法 给到大家更多的这个分享 也欢迎我们今天与会的这些朋友们 我知道大家在这个里边也都是人才积极 可以联系我们 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主讲嘉宾 我们一起让更多的人能够被赋能 大家一起成长和进步 让我们生活的环境能够更加美好 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幸福感能够与日聚增 能够真正获得Harmony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那个plus 谢谢大家 再一次的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听得到 每一个人可以给江医生一些这个掌声 大家可以去在对话框里可以打666 给江医生点赞 再一次的感谢您 再一次的感谢您江医生 我也感谢大家 真的是 我说有缘吧 我说所有的事情啊 我们一定要从正面去想 如果没有COVID 我根本就不会的 因为临床上真的是很忙 不可能有时间一边教课 一边在那个 跟大家做云课堂 然后再上班的 就是因为COVID的原因 所以大家也源在空中相识 谢谢 让我们把这个美好的因缘一直持续下去 Harmony Path在这里 愿意给大家去创造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 最后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 感谢江医生精心的准备 以及精彩的分享 希望今天进一步的激发了每一个人 以及你们的孩子们 这个学习中医 了解中医 学习中医 甚至帮助自己 帮助他人 我们一起创造那个Harmony 谢谢大家 咱们下一周再见 好的 谢谢 谢谢